欢迎大家来到CubeCon 2021Channel的CNNMaintainer Check Session 然后本次CNNN社区带给大家的topic是CNN1.0的回顾和CNN2.0的展望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马文君 我英文名是Bruce Ma 然后我是来自蚂蚁金服金融科技的云计算研发工作师 然后在CNN社区的话 我是CNN社区的Maintainer 同时我是阿里云混合云容器网络插件HybridNet的Owner 然后下面是我的Github和WeChat 如果大家有什么容器网络或者K8S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问我 我是王敏申 然后我是来自于阿里云容器服务的研发工程师 然后同时我也是阿里云容器网络插件特别的一个Owner 然后下面也是我的联系方式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Github和WeChat 然后跟我去沟通 然后下面是我们今天topic的一个目录 首先我会去介绍CNN1.0的一个整体的回顾 然后是马文君会介绍CNN2.0的一个展望 首先CNN1.0是在今年8月份 也就是最近去发布的一个CNN1.0这个整体这个项目的一个稳定版本 然后在这一个版本中它会去re-write 就是重写以及固化了CNN1.0的一些标准 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CNN1.0这个项目在整个容器生态中的一个位置 CNN1.0的上游是容器的运行时 然后容器运行时的上游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像K8S这种调度系统 然后像容器运行时中常见的像ContentD,Podman这种 它会在创建容器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中 在容器创建好之后它会去调用CNN1的插件 然后去配对CNN1的整个对容器的网络去做一个整体的配置 然后这个CNN1就是Content Networking Interface的一个缩写 然后有很多插件去实现了这样一个容器的CNN1的一个API 首先我们看一下CNN1的一个标准 它和其他的一些API标准不同 它是首先它是通过二进制的方式去做一个插件的一个执行 然后它通过二进制的方式会有四个API 都是通过二进制的一个参数的方式去做传递 包括了Add,Delete和CheckVersion四个API 然后它会把网络的配置通过这个二进制执行的时候 它的一个标准输入方式去传递给对应的一个插件 然后为啥是通过二进制的方式而不是类似于CI,CSI这种通过GRPC方式呢? 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故事 首先CNN1它是源自于Rocket Rocket它这个运行时就是一个Deemless的一个运行时 所以它相关的插件也都是二进制的方式去运行的 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所熟知的CNI以及容器这个生态都是GoLang去实现的 然后在GoLang早期的版本 比如小于1.10版本里面 去管理多个网络的空间其实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在早期的版本里面通过GoRoutine去创建出来 有可能会在一些不可用的网络空间里面 然后导致一系列的网络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看起来在现在的生态里面都得以很好解决 所以我们也计划在CNI的2.0的协议里面会考虑使用GRPC的方式去做调用 然后我们看一下典型的一个CNI的在整个容器运行时的一个执行过程 然后在容器的一个setup阶段 就是容器的创建阶段里面 运行时首先会创建这样一个网络空间 例如在runc的运行室里面 它会去创建一个插箱容器 然后它会去执行CNI插件的AD方法 去让CNI插件去配置这个网络连接 就是相当于给这个容器去插上网线 然后同时它会去把这个结果返回给runtime runtime会记录这个插件执行的结果 并且放到一个开启的目录里面 然后另外两个API就是check和delete的API 分别扮演了就是检查这个容器网络是否是预期的 然后以及在那个容器的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 去释放这个容器相关的网络资源 然后我们看一下CNI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格式 CNI配置通常是以JSON格式存放在 这个节点所在的那个磁盘上面的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三个K就是前三个K用绿色标 标出来的是必须的一些字段 比如说CNI的version,Name和Type 这三个是标明了这个CNI的一个必须的字段 然后里面关键这个Type是标明了这个对应的 到底是要执行哪一个二进制文件 然后这个配置文件是被同时被runtime和plugin去消费的 runtime的话它首先会根据这个配置目录里面的文件顺序 去选择出来正确的配置文件去做配置 然后其次是会解析这个配置文件 找到了它对应的那个plugin的type 去选择要执行哪一个插件 然后会通过执行的过程中将这些 这个配置文件内容去传递给插件的标准输入 然后插件会读到这个标准输入 并且按照这个配置去设置整个容器网络的一个命名空间 通常来说CNA的plugin就是CNA的插件会通过一些自动的方式去安装这些配置 以及那个二进制文件 例如在K8S里面我们通常会通过DemonSet去安装这个配置文件到每个节点上面去 下面是个例子 我是从那个fly node的一个安装脚本里面去截取到的 就是它会通过DemonSet然后通过InitContainer把fly node的二进制 以及fly node的配置文件拷贝到每个节点的一个对应目录里面 来实现这个配置文件的一个安装 然后刚才是每个节点里面会有一个CNA配置文件来表明这个节点使用的一个具体的CNA插件 那如果我的每个容器就是这个节点上运行的每个容器会有不同的配置 要怎么去去动态的去配置呢 在CNA的0.3的版本里面有一个round time config这样的一个能力 它可以支持每个container有自己独立的配置 我们如何去声明它的就是在这个刚才所介绍配置文件里面通过capabilities这个字段 然后去声明对应的我们需要的一个具体的特化配置的一个key 例如说我们比较常用的polomapping 就是每个容器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宿主机的端口映射的 这种它在round time去执行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对应的capability这个key去替换成特殊的这个容器配置 比如说替换成这个容器它对应的具体的宿主机映射端口是哪一个 然后其次这个round time config里面可以去配置很多其他的key 然后具体的可以在这个CNA文档里面去找到 我们通常可以在官方的plugins这个插件集合里面这个项目 然后或者是在一些第三方的CNA插件项目里面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CNA插件 然后这两种项目会有一些典型区别 官方这个插件组合里面项目呢 它通常是一些原插件的一些组合 然后它需要把这些插件都通过轨派 或者是通过那个链的方式去组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些复杂网络配置 然后但是第三方的一些项目呢 例如我们常见的Flander Calico这些项目 它都是一些all in one的一些配置 通常它会把所有的网络连接IPM、KOS等等 这些能力都放到一个二键制文件里面去做 去做统一的解决方案 官方这个Plugin这个项目里面是很多的一些网络插件组合 它分为了三种类型 首先main的类型是主要是包含了网络接口也创建 类似于比如说Bridge、IPVLAN、MacVLAN 这个也我们常见的网络接口的一些创建能力 然后IPM这个插件通常是一些做IP地址一些分配管理的一些插件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插件 通常是对上述的两个插件做完之后 再对这个网络的容器去做一些再次封装的一些能力 然后如何组合这些插件呢 就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违派方式就是我插件可以把我所需要一些功能 去让另外一个插件来实现 最典型的就是IPM的能力 我可以很多插件是通过违派方式 让另外一个IPM插件去分配它所需要的IP 然后去配置到它的网卡创建上面去 然后另外一种组合方式就是通过变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插件是作为类似于一个流水线 然后分别去对这一个容器的网络去做它的一个加工以及处理 下面是两种典型的例子 一种是我们常见的一些Android网络配置 我们通过MacVLAN去创建这个容器的虚拟的网络接口 然后通过DACP让MacVLAN去调用底层的DACP的一些协议 然后去做网络地址一个分配 然后这种就是典型的MacVLAN里面去违派了DACP去做地址分配这种组合方式 然后另外一种组合方式就是通过链的方式 这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个Bridge的网络插件 去做容器网络的一个地址分配以及网卡创建 然后再通过后续的类似于BandOS这种插件 然后去做一些KOS这种配置 然后这种是链的一种典型的方式 然后对于第三方的网络插件的话 它通常来说不像官方网络插件可以做一些组合 它通常来说会把所有的能力去放到all-in-one的一个binary里面 然后这个主要原因有总结有主要三点 然后首先是早期的自己的版本并没有提供plug-in chain 然后这样的话我并不能通过链的组合去结合其他插件 然后来提供能力 所以很多早期的时候这些插件实现里面 都把所有的都包到自己的一个二进制里面 然后其次的话很多网络插件 它跟刚才所介绍的官方的网络插件里面 所使用的技术不太相同 可能官方的主要是用Bridge和VTH这种Linux的网络站的一些协议 然后可能第三方网络插件是 比如说它用OpenVSwitch 然后并不能跟官方去做兼容 所以这种它并不能去跟官方的去结合在一起 然后还有一些原因是 这些插件它本身实现比较偶合 比如说像Kaliko它的IPM跟它的网络的路由配置这些都是紧密偶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也不方便的去把这些去分拆到不同Plugin里面去 然后我们如何去选择第三方网络插件呢 第三方网络插件通常会有三种类型 就是underlay的 然后基于路由的或者是overlay的类型 然后我们通常需要根据自己的基础设施 然后以及自己对网络插件的一个灵活度的需求 然后以及对性能需求 然后去综合考虑去选择我们所需要的网络插件类型 以及具体哪一个网络插件 下面我将把时间交给马云军 帮我们来介绍CNI 2.0的一个展望 非常感谢秉升带来的1.0的回顾 然后在秉升的讲解里面 我们大概了解到了CNI 1.0的历史 它的演进 以及它当前的一些约束规范和使用的姿势 那么在我的部分呢 我会给大家做一个CNI 2.0的展望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展望呢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在CNI 1.0里面 历史移入的一些问题 包括使用上的一些困扰 做一个统一的结局 然后现在CNI 2.0还没有在CNI 社区正式启动 那么现在仅仅停留在一些 maintainer的一些想法上 然后我们其实也把这些想法也都通过 ISU的方式开在了社区 做一些公开的讨论 我们在启动2.0之前 一定是需要很多的建议和讨论的 然后首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CNI 然后这里我提了两个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我作为CNI 的 maintainer其实都很难回答 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CNI 1.0是不是真的足够应用 那么我们都知道CNI 1.0作为一个接口类的应用 它其实是包含了两部分的 第一部分是面向容器运行时的 也就是说它的Lib CNI 的部分 在这一部分的话通常容器运行时通过一个包的方式 引入Lib CNI来做一些网络插件的调用 第二部分就是CNI运行时 就是说Lib CNI去调用Plugin的方式 在这个时候的话 刚才秉盛也说到主要是一些二二进制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其实都不是标准JRPC 的方式 其实对于实用来讲其实是有一些困扰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在 我们现在是把网络功能分成了不同的插件 但是插件和插件之间在交换的 在交流的在调用的过程当中 肯定是需要一些那个参数的传递的 那么这些参数的传递 其实是在CNI 0.3.0的版本 才正式引入了一个动态配置的能力 而且这个配置的能力 其实是需要容器运行时来做一些粗暴的转化的 那其实它也是不太易用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CNI社区真正的官方职责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开发过容器网络插件 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记录 或者展示一些容器的当前的网络状态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中心化的iPad 比如说我们需要为容器去构建多张网卡 那么这些都是否应该属于CNI的官方职责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 CNI的2.0的设计不仅仅像1.0一样 应该提供一个官方的容器网络的接口 和一些被官方所维护的网络插件 其实CNI 2.0更应该提供的 我觉得是一个容器网络的生态 这个生态一定是可扩展的 用户友好的 而且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刚才我也谈到了 也谈到了CNI的接口 其实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Leap CNI 也就是CNI runtime的部分 第二部分也就是说是CNI的plugin 那么我分别从这两部分来讲一下 当前CNI 2.0 从我们Maintainer层面的一些设想 第一个就是Plugin层面的 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个Plugin现在支持的 这个三个方法应该是Add Delayed和Check 然后Check的方法也是在0.4.0 刚刚引入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官方维护的插件 包括一些第三方的插件 其实都是共享了这个同样的方法 但是以下的场景 是否能真正的被cover到呢 比如说当我们去再做一些容器网络的挂载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一个通常的例子就是 我们在把容器挂载到一个网桥上之前 我们需要先准备好一个网桥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是否可以在不重建的情况下 去更新容器的一些网络相关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一个网卡的内核参数 第三点就是 当我们一个节点下限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去对它做一些彻底的容器网络相关的一些规则的清理 根据武艺山我列的三个这个场景 我们现在的方法 Add Delayed Check是否够用的 我觉得是不够用的 所以在CN2.0里面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 首先我们发现这个方法是构建在容器和插件之中的 那么在1.0里面我们是有Add Delayed和Check三个 在2.0里面我们是否可以引入更多的呢 比如说Update和Finalize Update的方法可以用于 当容器想进行一些网卡或者网络参数的一些动态更新的时候 要用的一个方法 Finalize则像K8S里面Paw的Finalizer一样 其实是在一个流程的最后一步 当我们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操作 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路由表的配置 如果我们是在一个Pipeline里面 每一个动作都去执行一些路由的配置的话 那其实它的中态我们是无法确定的 而如果我们在最后一步去执行路由表的一个配置的话 我们会得到的是一个稳定的结果 所以它更适合被声明成一个Finalize的方法 然后呢对于一些全局类的一些插件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个网桥的构建 这样一个插件 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需要的是 Init和Garbage Collection这两个方法 Init的方法可能更多的用于 当一个节点刚上线的时候的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主要包含的是在宿主机上的一些网桥 包括网络设备的构建 Garbage Collection可能更多的用于 当节点下线的工作当中 我们需要针对这个节点去做一些彻底的清理 然后呢 Plugin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方法 那么这个更多的方法是否适合于所有的Plugin呢 包括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Bridge的这个插件 我是否真正的需要这个Garbage Collection这个方法呢 不一定 所以说基于我们想要引入更多的方法的这个前提 我们是需要对Plugin进一步做一个细化的分类的 这个分类的结果是我们希望更多的Plugin能够更好的被共享和组合 然后Plugin如何分类呢 这里我可能列举了几个标准 比如说根据它的用途 比如说根据它的这个有无状态 还有就是说比如根据它的输入输出 那么下面这两端图其实就是对比了Plugin分类和部分类的两种不同的形态 在部分类的场景 也就是说1.0的场景 其实是所有的网络查检都开放了一个Ad的接口 然后LeapCNi也就是说CNiRontime通过Ad的方法去链式的调用 Network Configuration就是网络配置里面声明的那些插件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为是比较明确的 那在2.0里面如果不同的插件有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像右边这张图 Bridge插件有可能是一个全局的插件 Bridge Attach插件有可能是一个单网卡的一个插件 AppM则是更多的侧重于一个IP分配和管理的一个插件 Sys Control则更多的倾向于对于网桥配置的一些 一个插件 那么我们把插件分成这四类了之后 那么CNiRontime才能够知道我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掉不同类型的插件 来完成一个整体的网络的功能 OK 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我们先刚才的两部分是聊到了Plugin的一些可能的一些演进 那后面我们会针对CNiRontime的演进也去展开一些探讨 那CNiRontime其实就是说给容器运行时开放出去的接口 也就是说我们熟知的LibCNi 那么首先先看一个我们其实并不怎么期望的一个现状吧 就是很多的容器运行时都会在LibCNi上 也就是说在CNiRontime上再封装一层 完成他们自己的一个容器网络的接口 一些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CIO社区里面的OCNiRontime项目 比如说在ContainerD社区的GoCNiRontime 甚至比如说Multas 其实都是利用了LibCNi去封装出了自己的容器网络接口 这个其实是有点违背CNiRontime社区最初创立的目标 那么我们对这几个仓库做了一个深入的调研之后 我们发现有以下的原因 驱使这样一个现象的产生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容器运行时 其实是有自己的私有的API的定义 他们可能需要封装LibCNi来完成自己的独有的一些API 然后第二点就是LibCNi刚才也提到了 在0.3.0版本引入了一个动态配置能力 那这个动态配置能力 其实是中间是需要一个解析 也就是说是需要一些验证 然后再注入到这个CNi里面的 这里面其实需要一些转化的工作 那其实不论是OCNi CNi还是GoCNi也好 都在做了这一部分相关的工作 还有一部分是针对网络配置这一块 其实对于LibCNi来讲 其实就是简单获取了一个 那个宿主机目录下的一个page 那这个page其实是不可被更新的 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这个page是一个动态的 那么很多的这个容器运行时 它实现的这个酷或者是类 其实就是对这个文件有一个watch的能力 可以动态更新 还有一些这个那个容器运行时 自己实现的网络接口 它有一些缓存一些数据的能力 可以提供一些那个数据 然后右边这张图 其实就是展示了那个当前的一个状态 就是container runtime先掉自己的私有的网络的酷 然后再掉LibCNi 其实这是我们不希望的一种情况 我们希望CNi runtime足够通用到 可以直接被container runtime调用 然后为了实现 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吧 我们也在CNi runtime层面提出了两个改进的点 第一个点就是CNi的进程化 这个刚才那个秉深也提到过 就是说这个其实对于CNi社区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久的一个话题 我们一直想做一个改变 但是对于1.0来讲 这是一个确实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2.0里面 其实是做这样一个改变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时机 一个起点 那么想要做这样的改变 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需要通过grpc来封装 成为我们CNi runtime对外标准的接口的方式 然后第二点就是 当CNi runtime去调CNi的插件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希望 它既可以通过grpc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banerate的方式 也就是说 那个插件可以决定自己是进程化运行 还是二进制方式存在 这也是提供一个向下兼容的一个能力 同时呢 因为CNi是通过进程的方式运行的 它会记录很多的状态在这个宿主机上 那么它其实像containerD一样 可以提供很多的状态的接口 供上游来调用 那么显而易见的通过做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收益 首先是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版本的一个API 这个也是grpc的一个标准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版本里 API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而不是纠结于一个 打上了tag的一个代码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API 去传递很多非结构化的字段 这些字段可以用于在某一个固定版本上 去做一些动态的扩展 尤其是用户自定义的部分 包括一些这个配置 包括一些上下游的 就是插件之间上下游的参数之类的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 第三点就是 既然我们是通过进程的方式运行 那我们一定是有状态的 这种状态是可以帮我们记录很多的 容器当前的这个运行的状态 包括他之前做过什么操作 这些其实在API层面 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去做一些高阶的事情 比如说密等近 那么在这个容器运行时 其实第二个我们想做的这个改进是 网络配置 网络配置就像刚才秉升所说的 它在1.0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流水线 其实就是一个堆叠的JSON的文件 它存在词盘上面 它里面记录了 我这一次网络组装所需要多少多少个插件 需要先调A再调B再调C 它是一个顺序执行的过程 同时CNI提供的机制 就是LibCNI提供的机制 它只能在 就是如果两个plugin之间 想要传递私有信息 其实不可以的 只能传递一些官方的一些result 比如说这个有几个网卡被创建出来了 比如说有几个IP被分配出来 就是这些基本的信息 那用户的自定义信息是无法传递的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把CNI的接口做的足够通用的话 那么Network Configuration 也就是说网络配置 我们希望它是什么呢 我们是希望它是工作在CNI接口上的一个 轻量的一个编程语言 那么我们为容器去组装一个网络 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一个编排的流程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流水线 如果想要实现这个能力 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呢 首先我们是要用编程的思想 去编排整个Plugin的组织 其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模板渲染 包括一些引入一些特殊的语语 比如说货循环 比如说if else等简单的语语 这个就有点像help的实践 然后呢 既然我们是有一种编程语言来组织Plugin 那么Plugin本身的引入就像应该像包管理一样 它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发现和自动注册 然后呢 对于一个编程语言来讲 上下文也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用户自定义的参数 可以被network configuration来编排 和自由的在不同的Plugin里面传递 比如说我们想把一个iPad Plugin 产生了一个IP定向的塞给另外一个Plugin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事情 然后第四点呢 对于一个这个网络配置来讲 我们希望它是低规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一个Plugin里面调另一个Plugin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把多个Plugin 组成一个单个的Plugin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完成一些功能的组合 然后在组合的基础上继续提供服务的话 就能够让网络配置这个文件能够更聚合更简单 最后一点呢 作为一个编排系统 肯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跟外部的互动 那么引入一个webhook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当我们有一些外部成熟的iPad 方案需要被CNN引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希望在Network Configuration里面也能够 标准的辩解的引入到外部的API来为我们做一些事情 那后面的就是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点 这些点可能并不一定是CNN2.0里面我们遇到的最核心的问题 但是这里提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动态更新的能力 现在KPS推崇的这个更新的里面就是Pod的重建是无损耗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删除重建的方式来更新一些东西 那么其实在从CNN的角度来讲 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动态更新的能力 比如说更新一些参数 比如说动态的挂载一些网络的一些设备 然后第二点就是多租户 然后多租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在同一个插件里面 去通过不同的租户来隔离一些东西 然后第三点就是事件机制 我们现在CNN社区其实已经包括容器运行室社区 其实已经构建出了一条从Coplet到容器运行室 再到CNN的一条事件通知的一个机制 那么其实当CNN的roundtime和CNN的插件都本身变成竞争化之后 那它自己本身也可能产生很多的事件 如果把这些事件及时的回馈给到容器运行室的话 这个其实可以产生一个双向的效应 可以做一些很多实时性相关的事情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开源的一些容器网络解决方案里面 都会自己定义一些object 比如说IP 比如说网段这些东西的话 网段这些 那么从CNN的角度来讲 随着K8S成为一个业界Path的事实标准 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K8S 贡献更多的官方的一些定义 然后能够让大家的代码更联动 说了这么多 其实这些都是CNN2.0的一些设想 一些不成熟的设想 还是需要一些大家更多的参与 那么如果大家想对CNN2.0真正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如刹的方式加入进来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CNNCF Slack里面 有一个CNNi和CNNiDev的channel 大家可以加入 然后我们的每天都在里面 可以为大家解答问题 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第二点就是在CNN社区里面去开一些issue 可以供大家公开的一些讨论 最后的话如果大家其实也可以联系我跟丙生 通过这个私有连接的方式连接我们俩 这个那个联系我们两个提出对CNN2.0的一些设想 然后CNN社区的所有的Maintainer的列表 其实在那个仓库里面有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email的方式联系 都可以 今天的tubic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